在云南普尔,食量超大的亚洲象托家带口出来觅食了,吃饱了,又全家一起去打水仗,真的是太会享受了。 傍晚,随着太阳日渐西夏,休息了一个下午的象群走出林子,来到附近的玉米地里开始了自由进食的美好时光。 只见他们或三五成群或独自享受美食。 吃饱喝足后,还有几头象开启了饭后闲聊模式,把鼻子缠在一起交流,样子十分可爱。 一个多小时后,象群来到附近的曼老江,在这里他们扎猛子,打水仗,玩得不亦乐乎。 监测员介绍,这个象群一共有十八头,包括两头成年公象,多头成年母象以及四五头小象。 他们长期在普尔市江城县和斯茅区来回活动,为了防止人像冲突, 普尔市在象群活动区域聘请当地村民作为监测员,对亚洲象进行跟踪监测, 及时提醒附近居民注意避让。